作曲 李嘉雄 御 FDP 云嵐 看不穿凡云浮雨變幻 善不穿荒婢的流傳 就不变墙中的塞杯江南 诗篇 戒不完前都万事纠缠 朱不尽百传千回十换 当无尽一生的荣耀与悲欢 有多少能永远 多年后前后风流 融入海 荣与过随风散尽海赴来 任命已化为尘埃 让诗策铭记风采千秋万代 歌颂者和风华绝代 谈指尖是否翻白 红颜改 守护着江山背后 明镜台 任岁月开桥换代 为主已无可替代 繁华四海 在天地间盛开 自皇后离宫 种种下雨之降频频出现 足以证明皇后不在 风雨便来呀 皇后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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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秦安 秦安 陛下慎安 平身吧 谢陛下 谢陛下 皇后既已在此 看皇后登坛 是否如淮南王所言 天不降雨 请皇后为百姓 为社稷 尽快离开祭坛 我已请得天神 即将降雨 若皇后出现 激怒了天神而甘霖断绝 岂不是害苦了百姓 皇后于心何忍 是啊 皇后 皇后 请走吧 皇后 皇后 快走吧 皇后 请走吧 皇后 若我离去 能唤风日 我绝不久留 即使以我性命 能唤甘露救万年 我也绝不苟活 但风霜雨露 非一个纪理能辨 我乃皇室中人 也绝不容许有人 妖言迷惑众生 天要降业 非我一人能走 天不降业 也非你淮南亡 一人能辨 今日你我就再次 以天作证 看看孰是 孰非 愿上苍保佑我大汉子民 不惑于神鬼 我愿在此与众同忧同患 一同恭候甘霖 慕我百姓 我们下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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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 我们下跌了 有军ori 我们下跌了 我们下跌了 一跌了 签事 有军事 以为他 怎么逛你 analyzing 皇后持伞 祈求上仓 天降甘霖 诱我万民 爱请皇后速速下坛 让我再求太医 皇后持伞 祈求上仓 天降甘霖 诱我万民啊 你快走啊 别在这儿了 你们闭嘴 皇后在求雨呢 走啊 走啊 无论苍天降与云府 朕都是你的天 朕会护着你 帝后同心 善行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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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蒼天 请先别教语 待皇后走了以后再教语 抱抱我的娇儿啊 蒼天 帝后同心 善行幼民 帝后同心 善行幼民 帝后同心 善行幼民 善行幼民 Carbon mon 圆冲 我 是 我 他 皇后 蓝切上方 太一联名 皇后其语 参赐甘霖啊 皇后取伞 亲近甘霖啊 终于下雨了 终于下雨了 快来下雨了 终于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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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雨下得及时 持续下去 灾情必得缓解 真是天佑憾事 最及时的 是姐姐赶在下雨前登坛 破了灾星之术 那淮南王也真是狡猾 一见到下雨 便即刻跪地谢天 就是啊 好像这雨是她求来的 她自说自话罢了 皇上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喜娘你当上了将军的外姑 果然不同啊 事情看得更通透了 怎么比得上你呀 忽然饱读诗书 天文地理样样都懂 就凭一条蚂蚁路 就知道大雨要来 真是神迹妙算哪 你明明是在夸我呀 怎么语气听起来像是讽刺呢 夸得那么不甘心哪 这次啊 我们真是拜扶易叔叔呢 如果不是易叔叔 刘安的计谋就得逞了 不但皇后会成为灾星 连皇上的名声亦会受罪 如今姐姐能转位为安 全账易大叔了 能转位为安 全是因为皇后心善 上天有眼 全账易叔叔机智 以刘安之矛攻刘安之盾 用他写的天文训 让百姓看清事实 免于迷信 别再夸我了 其实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功劳 怎会权账他呢 为卿上坛拖延的刘安济天 是义工 还有段大人保驾护航 及时将皇后送到祭坛那里 还有皇上呢 英明决断 我禀报说要下雨了 皇上便即刻部署一切 使刘安一败涂地 对 痛快 还有我呢 你 你有什么可以邀功啊 我和佳儿一直呐喊诸威 说皇后持散天降干凌 地后同心 善行有名喊的生死历劫的 还来着其他人一起喊哪 为卿你说 是不是应该记一功 好了 你们个个都有功 皇上一定会牢记的 皇后 百敏来报 说皇上召见 陛下 皇后来了 陛下慎安 参见陛下 都平身吧 先切委屈你了 有陛下英明部署 和大家携利相助 不但臣妾保住了清明 连万民也不受迷惑 臣妾不觉得委屈 段红卫卿 你二人的功劳 朕要好好赏赐 臣不敢 臣不敢 陛下 此次最大的功劳 应该归于易叔叔 易涵确实立了大功 若非你及时发现重影异毒 风云变化 恐怕皇后就担了污名 汉室尊严都难保了 小人不过一介草民 只是有些民间的小智慧 能够看出天降甘霖 也能够看出帝后同心 难得你不鞠躬 但原来民间小智慧 也有甘石兴经 和淮南紫天文训 你虽是一名厨子 但学师渊博 深不可测 回陛下 草民只是学艺致用 并非深不可测 无需谦逊 满朝文武大臣 竟不及一个厨子 看来你也非厨子 这么简单吧 朕遇上高人 但越想越不明白 高人已在皇后身边多年 为何不趁机相助于朕 难道是朕愚昧 或是朕的人德 不足以让高人效力 陛下 效人只是区区的 不用辩白了 这世上只有两种人 不为皇帝所用 一是逃避行则的犯人 二是包藏祸心的敌人 说 你到底是哪种人 多年来潜伏皇宫居心何在 一喊大话 你到底是逃行犯人 还是朕的敌人 小人不是敌人 是罪人 罪人 小人自觉罪孽深重 没有颜面自报家务 更亏于效力皇庭 你有何罪 小人早年 得与恩师传授衣补星象 天文地理之事 只怪小人 年少气盛 自视天资聪明 又得恩师眷顾 与师兄斗法相机 虽大胜师兄却连累恩师受怨 被师兄害死 既不如人就怨恨杀人 地方官员都不管的吗 罪人不敢弃君 师兄事后虽受诛 但毕竟恩师是因小人而死 所以小人从此起事 以后隐姓埋名 与世无争 并以火烙之印明智 以妾夫之痛 时刻提醒自己 陛下 臣妾愿担保义涵为人 臣妾儿时已与义叔叔相遇 得其不争不险 不露之灰 此后安身立命 待人处事 皆以此六字为依归 不争不险不露 却是皇后严心态的 如此说来 皇后统领和乐后宫 义涵也有提点之功了 小人不敢 皇后本性仁厚 何须小人提点 这只是皇后 谦虚敬老之词而已 陛下 义叔叔 不只教臣妾处世之道 臣妾深知 得蒙帝宠 也得助于义叔叔 当年水灾后断粮 皇后小小年纪 却将仅有的蒸饼相赠 救小人一命 舍己宜得 教人折服 多年后重遇 皇后千后如昔 而且更见贤惠 是逢陛下驾临侯府 小人见陛下 神色有情义 所以 所以 你就以一立国府 助我险身于陛下 国府能住的 是舍身为他人者 险其贤德于陛下 只因小人 深感皇后之谢 若能在陛下身边 必是万民之福 当日我出宫 义叔叔赠我卦氏 好让陛下发现我 留住我 陛下 义涵不止帮皇后 也教导臣各种行军 为将之道 臣远征西域 可以燕地制宜而取胜 义涵也是有功劳的 你方才说 要与世无争 可为何要留在宫中多年 当年义涵 仅为平阳侯府的厨房管事 是公主为了帮姐姐 才把她引荐入宫 留在宫中 绝非义涵本意 陛下 皇后早年在宫中 屡遇为难 相信义涵 是为守护皇后而留下 陛下 臣妾亦敢担保 亦叔叔这么多年照应臣妾 绝无邀功之心 更无争权显明之痛 你们都不用说了 你自己说 一切皆只因小人 与皇后有缘 愿为皇后分忧解困 以报当年救命之恩 本来皇后母仪天下 小人以为可以告冷而去 却与皇后遭奸人所愿 非负恶命 小人只好为事登坛 陛下 义涵虽有人绅士 但臣敢担保 她对陛下忠心 这次若非义涵动西淮南王轨迹 并及时登坛揭穿 皇后恐难喜不祥之名 这次义涵洞察先机 确实功不可 既然你熟知天文 朕就封你为太使令 谢陛下蒙恩 但小人只求 皇后免于奸人所愿 百姓远离迷信蒙蔽 能烧减小人为事之救 戴罪之身实在愧受封刺 恳请陛下 让小人继续做一名小厨 义赎罪名 既然你不要功名 朕就赐你宅邸 让你安居乐俗 谢陛下圣恩 小人感激不尽 可是皇后 魏将军与段大人 均待小人如同家人一般 聚宅府邸 又怎比得上 与家人团聚 好 那朕就赐你踪迹 除了交方殿主主之外 再命魏卿与段弘 于府中为你辟事 让你自由进出居住 臣临旨 谢陛下宽人体谅 再赐你千金 陛下 意涵并非贪力之 陛下恩赐 意涵败谢 小人并非贪图赏赐 只是天灾民困 小人欲以陛下赏赐 救助孤苦 求陛下恩赐 起来吧 谢陛下 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心 朕就赐你长者之后 再赐擅齐安车 令暗汉里赐你盖 以示有功 让你家再善之余 奉旨既是安民 义涵 待天下百姓 谢陛下圣恩 安民有功之 朕不会领上 但霍民生乱者 朕也不会轻易放过 习惹 启离陛下 淮南王刘安带到 罪臣刘安 向陛下请罪 请罪 善离封地 迷惑百姓 孤陷皇后 动摇民心 你请的是哪一条啊 臣自负精通 皇老之术 略识天文 梦中又得先事嘱托 为救千万里名 所以衣食情急 创下弥天大祸 如今一场大雨 犹如当头棒喝 臣自知罪重哪 你确实罪重 足以让你伸手异处 陛下人后 淮南王虽然有罪 但毕竟是为黎民百姓啊 臣恳请陛下从轻发落 丞相之言 臣不敢苟同 若人人以救命为由 触犯法计 那律法何用 淮南王既犯死罪 不依法论刑 何以正朝干 陛下 陛下 罪臣修道着书 一心为民谋福祉 自离淮南 知神入境求语 虽无不轨至今 但依报彼司之志 所幸天赐甘临 民生得保 陛下与皇后生育得账 罪臣罪臣死而无憾 臣甘愿服法 好 既然你认罪临死 朕成确的 来人 且慢 陛下 孟爷 民为贵 社稷辞辞职 均为轻 臣虽一介武夫 也曾用成廷训 知道即使出将入相 也要以民为贤 淮南王 虽未遵守社稷刚级 冒犯天子皇后 却有恩于民 望陛下三思 段大人乱戒圣贤之言护短 实属荒谬 民为贵 罪要以法保民安民 若违法不成 先例易开 他日更多无法无天之事 只会伤民害民更甚 家父常也 人谁无辜 法理之重 也允许将功抵护 淮南王素来贤德 护民之功庆竹难恕 足以抵一字 武莽之子 陛下 淮南王以性命做助 可见其为民之心的 况且淮南王年岁已高 只身入京又劳碌病弱 故人老小不当心 请陛下赦免其罪 好一句老小不当心 淮南王刘安慎离封地 迷惑百姓 诬陷皇后 论罪当斩 乃念一心为民 赦其死罪 着令即日离京 谢陛家圣恩 姑念刘安年迈 不宜长途奔波 此番揪铜杖 以事熬成 特准在淮南安享晚年 无需再入朝觐见 谢陛下 大王 大王车马已准备同当 大王可以启程 皇上口说无需觐见 实则是不准我再进京 寡人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登此城楼 还请段大人见谅 让寡人再多看激烟长安吧 大王真乃性情重人 段大人不畏天威 为我说情才是性情重人 段大人仗义直言 请受寡人一拜 大王请起 段魂不敢当 其实段某为大王说情 分音大意 实为思念 段大人有何事情说 敢闻大王身上的琥珀小兽 可有来历 段大人是指这个 这事物似曾相识 家父也曾有一个相似的雕食 是吗 难道寡人与令尊也有前缘 可惜寡人即将要走 无幸败会令尊哪 段某早年因天灾逃难 与家父失散 段某也期盼着能再会老父 大王可曾记得好几年前 你曾救过一个男子 那人正是以此物相赠 以报救命之恩 那人与我年纪相弱 如今想起来 却与段大人同性 是来自 是平阳县吗 正是平阳县 国是前缘哪 多年之后子物归回他儿子 寡人来长安 原来明灵之中 是为你而来的 可惜啊 请问家父身在何处 当年这位兄弟身重剧毒 奄奄一息 幸亏大王试进各种解药 又亲至豆腐食疗 为其解毒 曾听说淮南王孝毅 为母调治养生之时 没想到家父竟有幸一场 还因此得教 可惜啊 他康复之后留下此物便告别 如今不知所踪啊 我记得当年段兄弟说过 会定居淮南 段大人 大王是家父的救命恩人 当寿一拜 家父既在淮南 段某请求大王相助寻找 让父子团圆 快快请起 快请起 段大人放心 寡人一定尽力替你寻父 怀南王恩卿 段无墨尺难忘 段大人笑意动天 只要有我留安一日 一定尽力遂你心愿 只怕寡人此次回去 也是自身难保 到时有父所托 大王何处此言 天危难测 如今皇上才怨我 今日赐我同账不喜进京 难保他日赐我毒酒 不让我活命 到时候 未向皇上表大忠贞 寡人也只有束手待毙 大王一心畏名 却因此次闯禁 被皇上误会了 大王虽无叛逆之心 但有兵将城池 也是护身之道 段大人何处此言呢 朝廷准备颁布推恩令 取消爵位封定由嫡长子继承之令 遵许樊王分封城池土地 与其他子孙 只怕推恩为名 削笛若藩为实 多愧段大人提点 段弘多言了 有些人是呀 这伙计地 都困难了 这伙计地 有些人 区别人 这个小卦士竟与他父亲 拥有的相同 或只是顺势编造 与他父亲的关系 骨肉亲情 凡人难断哪 更何况 他与父亲失散多年 情之所至 当然属于防备 说什么他也会相信 还是大王为恩人 连萧帆之策都透露了 说他父亲在淮南 他以后自然会主动来亲近 他是郎中令 手握长安 守卫重拳 能与死人相较日后 必有大用啊 大王英明 说什么济世未明 其实是包藏祸心 若是贤德 才会你一提起那事物 就迫不及待地邀功拉了 其实臣出身贫寒 家父则会有这种珍惜之物 使他太过急于求成 也不细想 别想与臣扯关系 看来刘安丹记进京 涉谈求有 诬陷皇后 背后肯定有阴谋 且非一朝一夕之事 将一切连起来 臣不禁觉得 当日贯府与窦长相所指 有人与田坟勾结谋反 说的就是淮南王 朕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才不得不放他走 只怕他以仁德之名 早已与不少朝臣藩王 相通勾结 加上他的儿子兄弟 还在淮南 不知坐拥了多少兵马粮草 如今旱灾刚缓 编幻未出 魏卿又快要出征 若藩王在作乱 情况堪忧 陛下这缓兵之急 是不得不为 希望这次放他走 能以他作而 遣除其他乱臣党羽 让朕静待良机 异曲连根霸气 要不然陛下先牵在殿上 随便一条走 都要踏死千次万次 只辛苦你们 配合朕演这场戏 甲绊与刘安交好 恐怕日后 会给你惹来 私通叛党的误解攻击 魏国出海 为窦城项羽问夫报仇 臣誓死不辞 是 出去走一趟就是累 还有一包米一包米的 拿给栽民 太夫人若是嫌累呢 就该留在府里 无需出来干这等苦差嘛 还好没把你这身锦衣弄脏 不然的话我可赔不起啊 我女婿出征 我当然要出去做做善事 沾沾服气保她平安嘛 既然如此 你下次就该多出点力 这玉镯不错 可以给灾民 这是皇太后赐我的 不能变卖转送 否则不敬之罪 我可担当不起啊 那这儿还 这是佳儿送我的 这发簪呢 灾民要发簪做什么 又不能当米粮吃 你这件也舍不得 那件也舍不得 你怎么行善啊 有福气怕你也沾不上啊 方在那些村民还一直说 谢谢太夫人 太夫人万福 是是是 太夫人平常不做善事 如今一做善事 就有喜了 喂喂喂 我哪有什么喜啊 别以为你是皇上风的长者 就可以胡乱说话 你想哪儿去了 我是说你的女儿 家儿有喜了 我女儿有喜 谁都看得出来 她肚子都那么大了 还需要你说嘛 那你又知不知道 她这胎 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啊 这个你也会算 是男还是女 快告诉我 是男 男 还是女 都是喜 有这么重要吗 你是存心戏弄我 是你先开她头 你说 是男还是女 不然跟你没完 说 生了 还不然 还不然进宫看皇后时 在宫里生了 是男孩儿是女 是男孩儿 目自平安 真是苍天碧音 果然既善之家 必有大喜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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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们 这玉璧若有不满意的地方 小的一定会尽快修改好 按时让公主带回长安 不用 只要再擦拭得光亮明镜一点 就好了 诺 魏将军办事回朝了 判军又打胜头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是啊 魏将军骁勇善战 他回长安途中 沿途一定全都是 为他高兴欢呼的百姓 我大汉又打了一次大胜仗 实在可喜可贺 今晚侯王百官庆功大宴前 朕想先与家人唱剧 魏卿 臣在 边疆隐患赞除 属你功劳最大 你姐姐和夫人都以你为荣 朕就在他们面前 封你为常平侯 谢陛下圣恩 臣必当竭力尽忠 报效陛下 好 魏将军真是双喜 孩子也刚出生 取了名字吗 辉煌太后还未取名 这是魏卿的第一个孩子 就由朕亲自替他取个好名吧 谢陛下圣恩 谢陛下圣恩 你看 炕字可好 治炕之 好勇正之 谢陛下祝福这个孩子 还取炕的相配之意 寓意他的父母炕力情深 炕字两个意思都好 孩子就叫魏炕 你们没有意义吧 魏炕很好 谢陛下四名 谢陛下恩典 启禀陛下 汝殷侯求见 传 诺 汝殷侯向侯婆 参见陛下 免礼 国宴时身未到 汝殷侯 好 好早啊 臣因知陛下有家具 特意提前到来 为拜见 皇太后与陛下诸位亲人 听闻 魏将军 骁勇善战 又一次为国取胜 臣在此 贺魏将军凯旋归来 陛下 汝殷地虽小 但臣仍望为社稷处理 愿将此年封地的收入 献给汉军做良想之用 封地收入 本用作侯爵俸禄 如今你在纳贡之外 进献俸禄 真是难得 他日汉军在劫 朕必论你一宫 夏侯婆不畏功勋 只求 与公主说几句话 说吧 听闻公主 一直为小军侯寻觅良师 汝殷有一位文武接近的能使 名叫桑依 这桑依以仁德文明 当年皇帝刚出世的时候 你们父皇就想召他来当太傅 儿臣也听母后提过 但这人不求功名 宁愿引退田园 修身养性 哪怕王亲贵胄去求他们 他都不肯出山相轿 臣已说服这位贤士 到平阳县 做小军侯的老师 此来公主就可安心 勿须再为小军侯忧心 而奔走于长安平阳两地 心疲力竭 这可真是厚礼啊 从来侯王上贡之物 都没有你这里珍贵厚重啊 皇太后 夏侯婆斗胆问一问 如果 以此作为聘礼 为之是否不够诚意 臣仰慕公主多时 愿一生相互相随 求皇太后恩准 求陛下成全 为臣赐婚 卢英侯既心系朝廷 又肯为公主分忧 此事朕并无异 可朕虽为一国之君 姐姐的姻缘 还是要姐姐自己定夺 不知公主心意如何 孟主 请陛下成全 准赵 姐姐 何事找我 弟弟坐吧 姐姐叫你过来 一起尝尝易叔叔做的烤肉 明天易叔叔就会架着宰善之鱼南下 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回长安 我还记得当年我被诬陷杀人 秋雨夜停 公主好像就是想以易叔叔这烤肉 讨皇太后欢心 为我解困吧 公主 为维护我们姐弟 多次无辜受牵连 也在所不辞 今日公主就要离开长安 远嫁如荫了 嫁得这么好 我们该替她开心啊 公主出嫁 帝弟弟心有不舍是吗 不 怎么会 我是忠心地为她找到好贵族而高兴 如荫后出身世家 风亦富饶 宝血失果 与公主可堪匹配 皇太后 过去的思虑 果然恰当 皇太后 她有问过您与公主的事情 那时 圣传我与公主的谣言 皇太后曾召我入宫 臣已厉害 如今 看来一切都值得 不然 公主肯定会被人诬陷 扶持亲党 霸持外朝内宫 意图叵测 解决你这皇后 也会受人非议 难为弟弟了 只是弟弟真能放下吗 当日 确实放不下 但如今 都释然了 不过 公主性情刚烈 若知道真相的话 恐怕会对皇太后心生怨怼 弟弟放心 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 姐姐 断不说半句 君侯 当年将公主和小君侯托付于我 现在不但公主幸福 小君侯也密得良师 如今 我也能够安心了 弟弟心中只有他人的托付 你自己呢 姐姐最想知道的是 你现在也幸福吗 姐姐放心 我和佳儿 有一个今夜 Rac不正 tras 我该创罪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过我 看如今是谁取得美人归了 那小人也功成身退了 若有人知当日 是我要你造谣 说那马奴与公主配成一对 已在窃国 小的怎敢说出去 若你多话闹出大事 之前的赏赐本侯定会收回 再行严惩 笑得明白 笑得明白 去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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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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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 你呼吸还吸力 你沉血的清醒 出息我的回忆 出息我的回忆